晚上7点啊 看这个外面这个夜景啊 寒冬在这里散步啊 夜景非常的漂亮 刚刚弄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个评论笑死我了 那个评论的意思就大体是这样 他说跟你从事穷游的人怎么还是那样 你混得已经筋肺细皮了 意思就是说你比他好太多了 他怎么还没有改变呢 洗个脚准备休息 哇塞 外面太这个夜景太好了 太美了 离我一合之暗了 我仿佛听到了很多人在跳舞的声音啊 你们听到了吗 大水洗脚 一天就过去了 不管是躺平也好 颓废也好 人生短短几十年 我怎么过得想 哎呀 刚刚那个评论真是笑死我了 他说跟你同时一起穷游的 怎么没有改变啊 我的生活现在过的是逍遥之在啊 太搞笑了 该享受就享受 水打上来了 哎呀 新的一天又结束了啊 我今天所在的地方是新阳 河北啊 河南 河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原一带啊 中原一带大家知道的 在古时候啊 这个中原 割路侠客 飞檐走壁 哇塞 妈呀 你想象一下在几千年以前 这个中原是多么的讹闹 有风流人物 黄看今早 哎 说吧 哎呀 哎呀 等生神 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说的 叫 这个 粉丝们各个都是人才啊 说话也好听 哎我超喜欢跟大家一起聊天 超喜欢 嗯 这里啊 晚上倒不是很热 但是白天 流太阳还是有点饿的 这河南这么热 我在想 这河南也不能走慢啊 要走快啊 脚步 到山东了 之后看热不热 嗯 主要是这个白天出海洋 特地就很瘦 晚上都不要起 等快递到了再说吧 下一个城市应该是 竹马店了 完了 鼓到哪一天 鼓到玻璃 哎呀做个早饭吧 哎呀 好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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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看 很香啊 感觉这个树林子里面有什么花花草草吧 有一股香味 突鼻恶蓝 频道 又是一天啊 又是五天啊 又是一天啊 又是五天啊 又是一天啊 空间有点窄啊 因为我们 时候是澄 晚上还是继续叫外卖吧 这个空间施展不开 太小了 这个空间施展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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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那 dela 炸一包 早饭加中饭就优作了 好 感觉打了一桶水回来 朋友们 此刻这个天气太热了 车里面有三十多度 我找了一下新阳 这个比较凉快的地方就是激贡山 激贡山 说只有二十几度 我准备出发了 这太热了 去山里面应该凉快一点 把这个水拿上去 天气延厄 车里面将近三十 我估计四十度都有了 好热 准备出发了 出发这个激贡山 这个激贡山是全国这个避暑 圣地啊 避暑明山之一 海拔只有八百米啊 去看一下那里凉不凉快啊 这里实在太热了 白天如果不待在哪个桥底下 或者是树底下 根本就不行 到了 激贡山游客中心 高德地图 怎么没有看到人啊 感觉这里不凉快啊 感觉这里还蛮热的 蛮热的 蛮热的船上 这里有个停车场啊 這裏有個停車場 哎呀我的死 找個樹下面停吧這個 這個大門秀的好氣派呀 有種世外桃園的感覺啊 哎呀這個地方沒有什麼大樹 要不要收費啊進去 我看別人都是停在下面的 哎呀 那些人這裏 不是到哪裏來了 剛搞錯地方了朋友們 現在這個地方才是激光山 你看這地方才有點像 這裡面這裡面 你看看這個地方這些房子啊 就知道才是 卸了這些房子都是新秀的 我感覺這裡也不良快啊 哎呀呀呀 看到嗎激光山 每個大的景區附近都有很多這種 小吃雞啊什麼的 這才是真正的激光山 剛才那個是不知道是幹啥的 看 尷尬了 啊 好多把車停在這裡 這裡也沒有樹啊 一樣的熱 停在這裡 尷尬了 啊 到了啊 朋友們 經過30公里的 跋涉 到了這麼一個激光山的景區 哇 那邊秀的房子好有這個歐式建築啊 在大家逛一下吧 上不上山還是個位子樹啊 但是在山下面逛一下啊 應該 還是可以的 哇 這裡面花好漂亮啊 什麼顏色的都有啊 看到嗎 啥子顏色的都有 這是野生的還是專門摘的啊 這麼多 什麼花都有啊 太美了 我那是誰的 蛤 啊 等一下 那個是誰的 他們在哪裡 在哪裡 從來 你自己去托 又去那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